我們的國民姊夫 歡迎 哇 姊夫今天太帥氣了 OK 我們先看一下正中間 姊夫今天特別從飛回台灣來出席我們的開幕展覽 真的非常非常的歡迎 邊上方的攝影機 今天主題因為是賭場 那其實前陣子比較常出現在台灣的媒體 我們都是穿比較正式的西裝 那這一次就是想說配合賭場這個主題 所以稍微穿得比較休閒一點的 特別穿這樣裝的衣服來了 平常自己都會有什麼樣的裝扮在外面 普段 普段衣はどんな感じの格好が多い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こういったネイティブアメリカンというか ヴィンテージとかそういうスタイルが好きなので そういうスタイルとか あとはジュエリーなんかもたまにこうやってつけたりしますけども これ全部自分の私物といいますか 其實他平常比較喜歡就是美式原住民風格的衣服 或是古著 他比較常穿這樣東西 然後手上也會偶爾帶一些飾品 那今天全身也都是其他自己本身會穿的衣服 他自己的衣服 剛剛進去逛了 有覺得對哪一個東西比較印象深刻嗎 先ほど中で一番印象残ったゲームとかってありますか いや本当に僕今回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ども ギャンブルとか一切しないので まずやり方が分からなくて まあ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でした 1021 あれを一番最初にやらせ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カード配られた全部見せちゃって 3回ぐらい見せちゃいましたね ハロ 那因為他本身其實是不賭博的人 所以他對這些都不太知道該怎麼玩 然後我們剛剛第一個體驗的是21點 21點其實就是因為規則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但對 第一個發牌給我們之後 我們就不知道就把牌就秀出來了 然後連續又重發了一副給他又秀出來 所以連續三次都秀了牌 所以到第四次才真是認真的成功開始玩 正直なんですぐ見せちゃって キャストの皆さんに ダメダメ見せちゃダメ見せちゃダメ 大家已經跟他講過很多次不要馬上秀出來 他一直看了之後 覺得可以就秀出 平常跟志穎姐姐會玩什麼樣的遊戲嗎 遊戲 遊戲 例えば家で奥さんとゲームとかやったりしますか ゲームやらないですね ああいうテレビゲームとかもやらないですし 家族とか親戚の子供とか カードゲームとかね そういう風にちょっと掛け事して お菓子かけるジュースかけるとか 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んなにやっぱりゲームはあんまりや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基本上在家裡不會玩一些什麼遊戲 但是比如說以前會跟親戚的小孩玩一些扑克牌遊戲 然後如果輸了 可能對方贏了就會比如說買飲料啊 買糖果給他這樣 平常現在在家是不太玩遊戲 那像台湾人過年會喜歡玩骰子 然後玩プロ牌子 不然會被想要挑戰 台湾よく旧正月の時に サイコロだったりとか トランプ だったりして お金かけ合ったりするの やるんですけど 今度旧正月 どうですか一回試してみますか 今日のゲームもいろいろと見ましたし そういう形でゲームなど家族でやるのもすごく楽しいですよね あとサイコロで数字を揃えるゲームとか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 僕10回中3発ぐらい数字揃えてたんで 多分サイコロのゲームも強いと思います 那對 但之後有機會其實想試看一看 他覺得剛剛在裡面體驗了一些 遊戲都還蠻好玩的 那剛剛裡面有一個是紙骰子的 那紙骰子其實他剛剛有試了幾次 就是大概十次裡面有三次 會就是會一樣的數字出現 所以有可能他自己對骰子這一塊 是比較擅長的 所以說到剛剛有說要帶小孩 自己覺得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把握嗎 普段の育児の時に 自分はどんなお父さんだと思いますか もう普通のお父さんですね はい さすがにこういう格好して抱っこはしてないですね 那都是大家平常想像的那種很一般的爸爸 也不會穿現在這樣子去抱小孩 那都是大家平常想像的 那都是大家平常想像的 會有被規定一定要消毒之類才能冒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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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子供の手を拭いてから ちゃんとこういただきます っていう今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時期なんです そういう教えてる時期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其實並不會說是自助言 informed 而是自助 prescription checks 他們兩個都會特別注意 比如說從外面回來就會先洗手 然後他們會漱口 然後還有就是 比如說小朋友要吃飯前 會讓他先雙手和熾講 いただきます 然後會先讓他擦手 還會讓他吃飯 本身會去教小孩子做這些事情 姐夫這陣子有去台灣那裡走走嗎 在台灣的那裡遊玩嗎 最近是嗎 最近是嗎 在台灣的那裡 台北的那裡 台南的那裡 台南的那裡 一回去了 我去台南一次 覺得如何?好玩嗎?還是好玩嗎? 好玩嗎? そうですね 好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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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南 對他講是很有回憶的地方 所以 回到那邊 其實有回家的感覺 有一種親切感 一昨天 一昨天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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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好 前天 他其實有帶小朋友出來走走 那 因為 我沒有告訴他說 今天的場地在這邊 所以他就來這邊逛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 好像是他接下來要來的活動地點這樣 他說 台南是有特別回憶 是因為當時婚禮辦在那裡 那他有去那裡 特別再去看一下嗎 那裡 在那裡 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那裡 有特別的 像是 那裡 那裡 在那裡 啊 那裡 那裡 在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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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平常繪畫就是會多學一點 所以其實也不知道有什麼是比較特別的 姐夫是一代姐夫 今天晚上二代姐夫 居然也有時尚的活動 他覺得自己跟對方誰比較時尚呢 一代目的姐夫 第一代姐夫 還有一人 今天晚上有一個的活動 對方的活動 どっちがオシャレだと思いますかという質問 それは 向こうの方の方がきっと 僕より先輩ですし すごく素敵な雰囲気もあるので きっと僕より素敵な格好で登場してくれると思います 他說 就是 職業應該是比較時尚的 因為他畢竟也是 在這個工作也是比較前輩 然後 看他的 每次出來的造型也都蠻帥的 所以應該是對方 有機會同台嗎 一緒に今度一緒に共演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どうですかね 僕がそういう風に言える立場でもないですし でも きっとこういう風に 何かの お互い離れた場所同士で こうやって 台湾という 素敵な場所で 繋がりを持てたってことは 何かのご縁でもありますので 何か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 何かそういう時が来たら それはそれで嬉しいと思います それを 自分の立場 決定 要不要 他 一切出現 それが 適当的 機會 それが 適当的 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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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